为了验证这个眼霜真的能淡化我们的整个熊猫眼 特地找了我们两个眼圈比较深的同事 让他们坚持打卡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它有用的吗 怎么快呢 上妆之前我一定得上三层遮瑕 不知道用它用到什么时候 反正快完了 然后那一次我就是直接上粉底 我就感觉我好像不需要额外再上遮瑕了 我们的这个眼霜 我是从它的1.0版本推荐到的2.0 它的2.0为什么效果能这么快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直接用了咖啡的发酵裂 代替了水的存在 所以相当于就是 一杯正常加了水的美食 跟一杯浓缩的美食的区别 你会发现它代谢的速度会更快 我们当时在跟这个品牌开会的时候 那个老师特地还跟我们说 它这里面的咖啡豆是云南那边采购的一个小果咖啡豆 因为其实云南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 从这个咖啡豆里面萃取出来的咖啡醇浓度会更高 所以它看氧化的效果就会更好 打开完之后 就是很浓的咖啡豆的味道 它的质地像是那种果冻的质地 更像是咖啡上面的那层咖啡果酱 很轻薄 早上起来 如果我是要快速上妆 OK我就薄薄地涂一层 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后服 做成那种像眼膜一样 如果我是想说快速地把它肿按下去 不要眼周看起来那么的疲惫 我就会厚厚地上一层 敷一会儿 然后再让它吸收 再上妆 但说实话 我这个眼霜用了到现在 我的感觉哦 它不太适合 眼周问题已经到结构出现垮胎了 我觉得不太适合 但它反而更适合的 色尘比较明显 特别容易浮佐 而且眼尾的地方 细小的细纹 那我觉得 HBN的这个咖啡因眼霜 就是性价比很高的类型 车我就放在下方了 我们按需上车就好 稍微电脏 是筹对待下方了 我以后 内容